519集 说起来也并不奇怪 修真界是有一些秘书或法宝能够遮掩体质和灵根的 比如当年的段清歌就是遮掩了成因肢体当了摇光派的杂役弟子 这女子遮掩灵根的宝物比段清歌当年的要高明 只是她遇到的是原因期的自己又专门修习了虚空恋神诀 偏食也就罢了 若是有意探查一个恋气期的修士那是绝满不过的 看来这女子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墨青城转念想到这些却有些不解 天灵根的女修和纯阴肢体的女修不一样 若说纯阴肢体的女修为了防止他人寄予 选择遮掩体质 这倒是明智的选择 可是一个天灵根的女修 修为有低 身处明暖中却遮掩滋质 那完全有些说不通了 你叫什么名字 墨青城对眼前的女子伸出些好奇 问道 女子却依旧一言不发 戒备地看着墨青城 墨青城暗暗摇头 手一挥地上多了一瓶治疗外伤的玉笼膏 不再多言转身离去 正如他先前对杜若说的 收他为弟子 不是因为他是风灵根 而是因为他是杜若 虽然巧合发现这女子是天灵根 他却没有别的想法 问她的姓名 不过是一出关就看到她被人欺凌 也算是缘分 若是愿意可以让她住在落尘封罢了 既然他防人之心如此重 又拒绝和人交流 他却没有上赶着的道理 墨青城欣赏的 是性格坚毅 又能主动抓住机会的人 一个人经历了再苦难的事 说起来别人也没有义务去迁就他 灵光微闪 墨青城的身影渐渐消失 大眼睛女子紧紧地盯着墨青城消失的方向 梁九垂下头来 低声道 我叫萧群 墨青城落在流伤真君的洞府前 两位弟子迎上来 拜见青城真君 请禀告一下首座太上长老 就说本君求见 是 其中一位守门弟子走进去 很快又出来 青城真君请 墨青城冲两个守门弟子点了点头 放轻步子走了进去 身影刚消失 两个原本庄严肃穆的弟子眼中 陡然射出了亮光 其中一个年纪稍轻的把头凑过去 师兄 那 那就是青城真君呢 师弟 收紧点 容长脸的弟子提醒道 年纪稍轻的弟子忙站好 却还是满脸的激动 师兄 我这心可激动的直跳呢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板砖真君呢 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 师弟 别乱说 容长脸弟子边挤眼睛边倒 我哪乱说了 这称号不还是你告诉我的吗 年纪稍轻的弟子不满得到 容长脸弟子的脸一下子垮下来 就听一个凉凉的声音传来 胆砖真君 是啊师妹 你也听过啊 呃 年纪稍轻的弟子笑着扭头 却一下子呆住 容长脸弟子一手遮面 不忍直视 这 青城真君 你 您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年纪稍轻的弟子看着墨青城笑盈盈的模样 腿脚发软 墨青城手一动出现了一块金光闪闪的板砖 在手中有意无意地垫了点 是啊 不然怎么会知道自己另一个道号呢 两个弟子起起地拜了下去 冷汗直冒 呃 弟子知错 弟子知错 半天没有回应 二人悄悄抬头 却发现 早已不见了 墨青城的影子 此时的墨青城 已经回了洛尘峰 向厅中走去 原来 刘伤真君见他 是和紫稀真人有关 紫稀真人因为怀的是影台 产下孪生女儿 耗了很多元气 虽然信息满满 想要再次冲击解鹰 却被刘伤真君阻止 墨青城 想起刘伤真君的话 清晨 紫稀他性子要强 不服输 心态虽是好的 但也改变不了 根基受损的事实 更何况 他已经七百余岁 寿缘并不多了 一旦再次冲击解鹰失败 恐怕就止步于此 本君叫你前来 是想托你 为他炼制一炉 九转雇元丹 有了九转雇元丹 就能补回他损失的元气 这样的话 结盈几率也就大多了 墨青城这才知道 师父十多年前出门游历去了 至今未回 姚光泰除去师父 救赎他炼丹高明了 刘伤真君的请托 他自然答应下来 说起来也是巧合 炼制九转雇元丹 需要一位新鲜的灵草 而那位灵草的产地 正是冥想山脉附近 他本就打算去那边 一共有三个目的 一是寻访墨家村 看墨家后城中 又无灵根的孩子 为墨家传承 尽一份心力 二是会自己 初来到这个世界 所待的小村子 寻找温宁的遗骨 合适的时候 就去一趟中廊 完成浮风真君的嘱托 并看一看六家后人 又无可传承者 西年浮风真君 所给的功法 他并没有练过 一直放在储物灼里蒙尘 至于第三件事 则是潜入太白玉 找花千树报仇 那个魔头 实在让他活得太久了 进入厅中 梁晨美景早已等候在那里 见了他一起迎上来 拒之一脸欣喜 梁晨 你把修真界这些年的一些大事 给我说说 梅晨 你把门中的情况 汇报一下 墨清晨笑道 他已经是原因修饰 再像以前那样 两耳不闻窗外事 已经不合适了 梁晨美景忙着把这些年 门里门外的事情说了一遍 墨清晨就知道了 其他人的一些消息 若惜真人 墨飞烟和墨胆一 同一批进入了 密裸都天境 现在还没有从连剑中出来 虎头恢复了真身 趁着两个姐姐进入天境 跑到东部石州去了 给了梁晨一张油盐符 托他转交墨清晨 断清阁游历时 偶然救了一位原因修饰 那位原因修饰 对他深了爱慕之心 一直在追求 唐木晨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 死缠烂打 也不惧原因修饰的威势 遥光弟子又开了赌局 读素颜真人 到底是猎女怕蝉狼 还是良情责目而期 莫里洛在天原大陆 百年一次的正法大赛中 击败了天镇宗精英 夺了魁首之位 得了赫赫有名的天眼镇集 已经闭关钻研数年未出 众多信息中 最让墨清晨上心的 是墨年柔的事 几年前 贾星海王六公子 来到遥光派 想接墨年柔回去 却被他拒绝 失望而归 墨清晨暗叹了一口气 站起来道 你们这些年辛苦了 骆成风一切以上正轨 剩下的交给执事弟子就行了 你们也该出门有力了 两者美景 护士一眼 齐身称逝 那你们先退下吧 我去十四街那里一趟 墨清晨走出大厅 来到墨年柔的住处 就见墨年柔正四弄着散痒的灵机灵压 一群鸡鸭围绕着他 叽叽喳喳 反趁着他的背影更为落寞 十四街 墨年柔回过头 眉眼温柔依旧 有些欣喜地迎上来 清晨 你出关了 墨清晨挽着墨年柔的手往里走 二人随意聊着 间接聊开后 墨清晨看了墨年柔一眼 十四街 我听梁晨他们说 六公子来过了 墨年柔手艺将许久才到 嗯 他是演出必行的人 结单了 便来了 既如此 十四街 你为何没有和他走 墨年柔垂下眼帘 睫毛颤了颤 十六妹 你不觉得 这样对我和他 都更好吗 墨清晨 警免着晨 没有坐声 墨年柔继续道 我这一生 再无进阶的可能 就是不在乎 旁人的眼光 和他在一起 又能陪他 又能陪他几年时光 又何必留给他 一世寂寥呢 十九 墨清晨 请声道 十四街 如果是我 我会认为 拥有过彼此 哪怕是一刹那 那便不寂寞 你是住脊修室 就算不能再进阶 你还有百年时光 百年 对凡人来说 已经是漫长一身了 说到这里 微微一笑 当然 你不是我 想法不可能一样 只是作为妹妹 我希望你再好好想一想 我这就要离山去办事 十四姐 你若是慎重考虑后 有了决定 就告诉梁晨 她会处理的 我 会好好想想的 墨年柔 深眼极青的道 墨清晨知道 自己不能干涉太多 姐妹二人又聊了十九 又待了几日 处理了一些琐事 就带着杜若 离开了摇光牌 之所以带上杜若 墨清晨是想带她多走走 一路上也能指点一下 她的修炼 等办成前两件事 并练成九转培远丹后 就让杜若把丹药带回来 自己则可以前往太白玉报仇 墨清晨收敛了气息 把修为控制到和杜若一样的境界 师父二人一路向西 很快来到冥霞山脉附近 这冥霞山脉 是洛霞门所在山脉 一山樱花灿烂著名 墨清晨带着杜若 缓缓降落下来 这时却听说话声传来 师姐 你听没听说过大小姐的事 大小姐怎么了 另一个女子声音平静淡然 之前的女子笑道 师姐 我就猜你不晓得 什么事 别买官子了 你又不是不知 我才出官不久 虽然以为没有旁人 之前的女子 还是下意识地压低了身影 大小姐 参加过姚光派 清晨真军的解音典礼后 因为心情不好 不是出门游历了许久吗 前不久才回到门中 他们都说 大小姐 好像坏了一个人 坏了一个人 四话怎讲 女子低声道 大小姐 以前那些娇满脾气 全都没有了 见了门中练习助击弟子 都一副笑盈盈的样子 就连许家来提亲 大小姐都没像以前一样 痛骂着把人赶出去 而是淡淡地咽下了 这不是好事吗 身为洛霞门大小姐 一直痴缠姚光派洛阳振军 闹出那些笑话来 为此我们的门派 都被人嘲笑了许久 许家虽是个中等修仙家族 可许公子 可是精细天灵根 说不定以后的成就 不比洛阳真君差呢 大小姐能这样做 门主便是极欣慰的 深眼淡然的女子道 可不是吗 门主这些日子的笑容 可比以前多多了 就是有些奇怪 大小姐怎么一项子 变化这么大呢 之前的女子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 大小姐好歹是 结单修饰了 出门历年这么多年 一席顿雾也是有的 二位师侄说什么呢 一个熟悉的身影传来 引在暗处的墨清晨 抬眼望去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不对 墨清晨只看了一眼 心中就生起这种感觉 那人信眼淘塞 如貌异常出众 分明是软连袖的样子 可是气质 却大为不同了 他穿着一些淡绿色的长裙 笑容温婉 也是把明艳的滋容压下 显出了几分 清晨脱俗来 520集 墨清晨心中 神奇古怪的感觉 一个修士 随着心境修为提升 气质 是会有所变化 但也不可能改变得 这么彻底 以软连秀的性格 丢掉那些执念后 或许会由娇蛮 转为娇俏 却很难想象 他清晨脱俗的样子 这哪里是气质改变 分明是换了一个人 想到这里 墨清晨心中一动 生起一个荒谬的想法 洛霞门两个女弟子 诚惶诚恐的失礼 软连秀的温言软语传开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 墨清晨并不关心 带着肚热悄然离开 炼至九转 顾元丹的那位灵草 身在明霞山脉深处 墨清晨对地形不算了解 都转了大半日 才寻到地方 顺利采摘了灵草 这种灵草 只有刚采摘下来 才有要性 墨清晨不敢耽搁 选了一个僻静的山洞 开辟了几间石室 开始炼丹 炼至九转顾元丹 大约需要一月左右 杜若对炼丹兴趣不大 事关仔细真人的前途性命 墨清晨也不愿旁人观看 影响发挥 就让杜若自由行动 一个月后回到这里片刻 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 墨清晨炼丹顺利 成功收取了十利九转顾元丹 心情愉悦地走出了山洞 杜若竟然不在 以墨清晨对自己徒弟的了解 第一个反应就是杜若遇到了危险 拿出遍地铃铛花 轻轻一摇 侧耳倾听 向一个方向飞掠而去 雕女 你胆子不小 竟敢在我洛霞门地界 行此龌龊之事 一身绿衣的软帘袖 手握金色长边 冷冷看着对面的人 对面女子打扮得很奇异 群身由红黄蓝白紫五色偏程 露出一截百里千细的腰枝 哪怕只是随意地站着 就有撩人的风情扑面而来 她紧紧地抓着一个男子的胳膊 让男子发脊一散 面色又不正常的潮红 切惊怒交加地 等着财女子 若是目光能杀人 恨不得把她千道万挂 这男子赫然是杜若 你哪只眼睛看出我是妖女了 我还说你是妖女呢 女子咯咯笑了起来 住口 懒灵秀怒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人放下 我就当你不曾来过 女子眼口一笑 哎哟 洛霞们的大小姐 真是宅心仁厚 还管起闲事来了 要不是我这么默默无闻的人 都几次听说你死缠烂打着 给人当小老婆的事 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 既如此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阮连秀并没有如采仪女子想象中的暴怒 金鞭一甩 飞扑过来 采仪女修把杜若往旁边一推 和阮连秀交起手来 莫青城赶到时 正看到财艺女子把杜若推开 与阮连秀交站在一起的情景 被妇联绳绑住的杜若身子往一旁栽去 却被一双手扶住 媳妇 见识莫青城 杜若脸色瞬间血红 恨不得寻个地缝 沾进去 莫青城忙把妇联绳解开 杜若 怎么回事 我 杜若脸色红的能滴出血来 身体的异样 令他恨不得把自己披晕 莫青城却隐约看出杜若中了媚毒 取出被小脚毒脚进化过的水递给他 冷冷看着战况激烈的二女 是谁 财艺的那个 杜若哑着嗓子 唇上是深深的咬痕 看向杜若女修的目光 异常的冰冷 莫青城上前一步 衣袖狠狠一甩 财艺女子和冉莲秀 同时被突如其来的颈风 吹倒在地 惊怒地转头看来 你 你是清城镇军 冉莲秀眼中 善过茫然 又恢复了清明 看向莫青城的目光 极为复杂 莫青城却没有回答 目光一直落在 彩衣女修脸上 灵芝姐 怎么是你 这彩衣女子 竟然是多年不见的 又是玩伴 刘灵芝 刘灵芝听了莫青城的话 双眸梳得大声 二话不说 爬起来就寄出了 飞行法宝 跳了上去 莫青城怎么可能让她走了 又觉得 当着软莲秀和杜若的面 有些话不方便讲 脚底伸云 追了上去 不忘放出小狼 保护杜若周全 榴莲芝不过节单起 虽然不知是飞行法宝出众 还是修习了什么奇特的功法 飞行速度很快 却哪里比得上莫青城 只不过莫青城 又一放慢了速度 等找到了一处僻紧的深山 这才落到榴莲芝面前 莲芝姐 为什么每次相遇 你都如臂蛇蝎似的躲着我 榴莲芝盯着莫青城绝美的面旁 忽然冷笑了起来 哼 我真没想到 曾经连窝窝头都吃不上的丫头 如今 已是远远修饰了 真是好大的福气啊 这样的冷言冷语 带着浓浓的积缝 又哪里有半点诱实的情分 莫青城心中发冷 虽然知道 榴莲芝或许有什么遭遇苦衷 却忍不住击倒 我也没想到 曾经爽利善良的莲芝姐 如今成了采阳不阴的妖女了 真是好大的本事 榴莲芝身子狠狠一晃 这样的讥讽 终于让她把尘封心底多年的旧事 说了出来 丫头 这世上 谁都有资格骂我 唯独你没有 你什么意思 莫青城知道 自己有意的讥讽 刺激的她打开了心房 却并没有欣喜的感觉 而是涌上淡淡的悲凉 你走后两年多 村子里就来了几个人 借人就打探你爹娘的事 最后寻到你舅舅家 我爹见识不妙 拦下了带着阿福感激回来的你舅舅 后来被那几个人知晓 是我爹报的信 你知道他们救了什么吗 榴莲芝说的激动起来 胸脯剧烈的起伏 他们杀了我爹娘 杀了我刚回娘家小住的姐姐和外甥 可怜我外甥才三岁啊 若不是我去离沈子家借鸡蛋躲过一截 这世上早就会有榴莲芝了 丫头你知道吗 我恨你 我真的恨你 孟千尘只觉得心中一痛 原来如此 榴莲芝的身影仿佛从天边传来 那几个人是有功夫的 我知道带走你的是仙人 要想报仇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 我做到了也承认了那几个人 可是后来我才打探到 那几个人不过是修仙者的凡人打手 我真正的丑家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高洁修士 我资质不算好 机缘巧合进了和欢宗 修行美宫的资质却是一流的 你说我不当妖女 难道当圣女吗 我记得 你和几个同门闹翻了 孟千尘嗓子发芽 榴莲芝毫不在乎地笑了起来 呵呵呵 所以呀 我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适合有家 有师们 我一个人 想当妖女当妖女 想当魔女当魔女 怎么 清晨阵军 你要斩妖除魔吗 看着榴莲芝有些癫狂的样子 莫清晨深深叹息一声 榴莲芝姐 抱歉 榴莲芝冷冷地哼了一声 莫清晨平静道 对刘大叔和婶子 躺得不幸 我很难过 你怪我 我没有办法改变 至于 你选择要走的路 我更没有资格去质疑 说到底 一切都是天意弄人罢了 这是我结单时 使用过的两样法宝 和亲手练制的一些丹药 你接受不接受 我都放在这里了 莲芝姐 我住在遥光落尘峰 有朝夜日 你不恨我了 就去找我吧 后会有期 莫清晨说完 把寒煮清凉伞 红珊瑚耳环 和几瓶适合 结单修饰服用的丹药 放在地上 冲榴莲芝点点头 掉头离去 榴莲芝仰头 看着莫清晨 消失的方向许久 狠狠地把法宝 和丹药踢飞 转身欲走 终究回转过来 把东西收了起来 杜若 你好些了吗 莫清晨嘴角微翘 看着一只黑着脸的小徒弟 总有想笑的感觉 好了 杜若脸上 闪过一抹飞红 飞快地回道 竟有些不敢看莫清晨了 莫清晨倒是能理解 这小子的心情 换成谁在自己师父面前 中了魅毒 恐怕都难堪至极 想了想 倾壳一声安慰道 杜若 你别往心里去 在修真界 哪个优秀的男子 没中过一两次魅毒啊 这正说明你很优秀 师父 杜若恼羞成怒 心中的小人默默望天 有这么不良的师父吗 他却是准备转型妖女 还是说 结阴后 本性毕露了 莫清晨看着杜若 想要捶死他 却不敢的表情 终于呵呵地笑起来 因为偶遇流连枝 引起的情绪波动 缓缓平复 墨家村 还有出来时 那不知名的小村庄 是该回去看看了 也不知牵润了多少因果 要化解 想着杜若刚刚发生的遭遇 考虑到他 只有助肌修为 莫清晨收起笑容 杜若 九转故元丹 我已炼成 不如你就带着丹药 返回师门吧 杜若脸色一变 握了握拳 师父 终于成有门派别院 把九转故元丹 交给他们 带回门中可好 弟子困在住基大圆满 已有数年 想跟着师父见识一番 看着杜若 有些紧张的神色 莫清晨知道 自己有些欠考虑了 他正处于 恰在瓶颈的特殊阶段 一出门 又遇到这番挫折 只从安全考虑 就让他回师门 无疑对他的心境磨练不利 回想自己住基时期 师父的关怀 总是恰到好处 却又淡得 无迹可循 不由自嘲 比起师父 自己还差得远 既如此 杜若 随我先去一趟墨家村吧 接下来 墨清晨传讯 忠于晨遥光别院的弟子 命他们带着酒转 雇元丹回师门 自己则带着杜若 向西北方向飞去 远方天际 彩霞满天 洛阳城遥遥在望 如今的洛阳城 已经变成完全的修仙者城镇 再看不到凡人的身影 以前住在洛阳城的凡人 在数十年前都已搬出 以洛阳城为中心 散居在方圆 数百里内的大小村落里 示意如今洛阳城四周的村子 都比数十年前 规模壮大了许多 无论是墨清晨还是杜若 这样的容貌 走进凡人堆里 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为了减少麻烦 二人失了障眼法 落在凡人眼中 就是普通人的样子 这样走了不下数十个村子 居然没找到墨家村 墨清晨略一思索 心中就有了底儿 墨家村当年并没有被灭 那么现在很可能是改了名 在一个繁华的镇子落下 歇脚喝茶的功夫 墨清晨对端茶的伙计打探道 这部小哥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墨家村 我没有听说过墨家村 有没有听说过墨家村